这部电影绝对是香港少氏女星刘雅英 牺牲最大的一部电影了 青涩成都满天飞 尺度之大让人遥不可及 电影开始 这个长相奇丑的书生叫做阿文 在进京赶口的路上 路过一片乱藏岗 阿文健壮不但不害怕 反而还来了兴致 只言要和女阿飘来一场人鬼情未了 仆人老李害怕她出什么事情 于是就拿出护身符要给她戴上 可是阿文根本就不想戴 原来她是聊斋故事看多了 就觉得自古以来 女鬼全都爱书生 所以自己不戴护身符 也不会受到半点伤害 随后 阿文就带着仆人来到一户人家借宿 进门后才知道 这家人是大户人家 他们听闻阿文是进京赶口书生后 就立马替她安排了一处住所 可是当阿文起身的那一刻 一眼就相中了大户人家的小姐 深夜 仆人害怕阿文乱来 于是就找来一根绳子 一头系在书生的发际上面 另一头则是绑在自己的脚趾头上 这样一来 就可以保证万无一失了 没办法的书生 就拿出一本书 开始读了起来 可就在她书读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阵水花声 原来是小姐阿英 正在旁边沐浴 一想到漂亮的阿英 阿文立马就想路飞飞 她不停地幻想着 是自己在旁边伺候 当她想到这里后 顿时就色星大起 再看看已经熟睡的仆人 阿文突然灵机一动 赶忙解开头上的绳子 然后把绳子系在叶湖上面 再做完一切后 阿文赶忙就去到阿英 沐浴的房间外面偷窥 可是看了一会后 阿文感觉不太过瘾 于是就翻窗进去 爬上房梁进行观看 不成想 还没大饱眼福 就被人给抓住 这下子阿文和仆人 全都被关了起来 下人临走时 还不忘记将阿文一顿羞辱 此时 仆人害怕他们两人会被送关 耽误了考试 不成想 阿文不但不害怕 而且还满脸不在乎 因为阿文坚信 这座大宅子 等到天一亮 就会变成坟地 当这一切全部消失了 他们也得救了 很快天就亮了 可是阿文所说的 并没有消失 他们仍旧被关在猪圈 此时的阿文 才感觉到大事不妙 这户人家根本就不是鬼 没多久 书生和仆人 就被宅子里的下人扔出门外 无奈的两人 只好继续赶路 可是他们没走几步 就进入一座坟包里面 里面还有已经化为 白骨的尸体 吓得两人又掉进水塘 当他们看到 水塘里面的尸体后 更是惊恐万分 差一点就被吓过去 正好一位侨夫路过此地 将他们两人给救了上来 看到两人全身湿透 于是就将他们带回了家里 可是刚进门 阿文就看到 侨夫的女儿小雅 顿时又色心大气 仆人看到后 就开始劝说阿文 仆人说 他们全都是好人家的女儿 你就别去害他们了 可是阿文岂会听得下去 再换衣服的时候 就开始对小雅动手动脚 可是阿文万万没想到的是 到了深夜 小雅真的前来找她 不仅自己对她投怀送抱 并且还将妹妹小慧也喊来了 就这样 他们三人happy起来 没多久 仆人就被他们的声音吵醒 由于担心阿文 仆人赶忙穿上衣服前去查看 可是当仆人来到门口后 房间里面却一点声音都听不到 于是 仆人就在窗外偷偷查看 这一看不要紧 顿时就吓了她一大跳 里面哪里有什么小娘子 明明就是两只女鬼 他们不停地吸食着阿文的血液 仆人顿时就拔腿就跑了 可就在她回头的时候 身后突然又出现一个男女 她轻面獠牙长长的手指 正是白天就他们的侨夫 就在仆人马上一命呜呼之际 随手就拿起一根柳枝 直接扎进阿飘的身体里面 可是仆人一个不注意 竟遭到女阿飘的袭击 仆人眼见不敌 只能拼着最后一口气 逃离这个地方 女阿飘见状追去 可就在仆人感觉到 自己必死无疑之时 女阿飘竟然转身离去 这时仆人一看 原来是天亮 这时仆人拿出身上的护身符 这一次多亏里面的符纸 自己才逃过一劫 很快天空大亮 明房也变成了坟包 这里还有三块墓碑 每一块下面都埋着一个阿飘 可倒霉的阿文 不但没有抱得美人归 反而横死荒野 还真的是色字头上一把刀 男人半夜睡不着 于是就翻找出来 一本鬼故事打发时间 可就在他看得入迷之时 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 男人赶忙四处查看 这一看 顿时就吓了他一大跳 因为在窗户旁有一个黑夜 慌乱中阿强 又将蜡烛熄灭 当他在看过去时 正有一双眼睛在死死地盯住他 顿时救下的阿强四肢无力 动也不敢动 也就在这时 又传来一阵怪异的声音 此时 僵尸已经来到屋子里 不停地喊着 我要我的头 而且还一步步正向阿强靠近 看到慢慢靠近的僵尸 阿强直接掏出手枪 对着僵尸扣动了扳机 可是僵尸根本就不害怕子弹 反而伸出大长手 朝着阿强就掐了过去 原来阿强所住的房子 是一座凶宅 只要是住进来的人 全都会莫名其妙地死掉 可是就有这么三个人不信邪 非要来这里验证一下 他们还打赌 不论谁 能够在这里住一宿活着出来 就有一笔非常可观的奖金 就这样 阿强和阿勇住进凶宅 而大军则是给他们做裁判 临走时 大军还特地留下两根蜡烛 并且还告诉他们 不到天亮不允许出来 就这样 两人被大军给锁在了里 可是房间里的两人 全都是个怀鬼态 阿勇趁着阿强不注意 则是把他枪里的子弹换了出来 而阿强此时 在房间里发现一条地道 由于害怕 有人半鬼吓他们 于是利用铁链和灯 做了一个简易的陷阱 只要有人敢私自闯进来 就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到了深夜 果然就有东西来到 由于子弹被阿勇换掉 所以无法 对僵尸造成伤害 最终阿强 被活活掐死 可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阿强被解决掉后 僵尸突然解开衣服 里面竟然是阿勇 而那两条大长胳膊 其实就是两条会伸缩的钢管 随后 阿勇回到自己的房间 就在他高兴 自己能够得到全部奖金的时候 突然一阵脚步声响起 阿勇开门一看 正好看到一个身影 在楼梯处一闪而过 此时的阿勇 首先想到的是阿强并没有死 随后 阿勇就来到二楼查看 可是阿强早已经凉透了 根本就不可能来下自己 顿时阿勇 就感觉到一阵后怕 他赶紧在阿强的尸体旁忏悔起来 下一秒 房门突然关闭 顿时救下的阿勇大声尖叫 随后 阿勇想要在地道逃出去 可就在这时 大门竟然又打开了 而门口站着的 正是死去的阿强 顿时救下的阿勇 拔腿就跑 可是大门已经被锁了起来 没有办法的他 只好又来到二楼 拿起手枪换上真子弹 就在大门被打开的那一刻 阿勇打光枪里所有的子弹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在打倒一个阿强后 另一个阿强又出现了 最终阿勇被恶鬼给活活掐死 在看到阿勇死后 恶鬼突然摘下面具 里面竟然是裁判大军 原来他也想把所有奖金 拿进自己的腰包 随后 大军就在他们两人身上 拿出两个信封 随后就准备离开 可此时大门紧锁 地道是唯一的出口 可大军并不知道 这里已经被设上了机关 就在他奋力拿来画像的时候 正好触动机关 吊灯突然从天而降 直接就将大军串成了肉串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世上根本就没有鬼 只有贪得无厌的人 电影到此全部结束